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任大学学生众多 因为宿舍有限 许多学生选择在校外租屋 不过对于校外租屋的品质和安全 学生是否住得安心呢 就是像我的鞋子和音符都不见过 然后就是 像某些租客 他会在房间内抽烟 然后弄到空气品质很不好 哦 而且更音效果也不太好 所以是会听到隔壁的喇叭声 对 校外出乎除了自己房间外的公共空间 大家皆可使用 若不胜遇到恶灵也只能自认倒霉 另外对于障害发生 学生似乎没有正确的逃生概念 那这里有其他的逃生出口吗 嗯 我不知道也没有注意到 这边有灭火器吗 呃有有灭火器 但是我发现好像已经放很久 然后上面都是灰尘 那也不太确定他的那个 呃有效日期是什么时候 呃我觉得 呃很不方便就是 因为洗衣机放在二楼 然后赛衣场就是在五楼 呃也不太确定说拿上去之后 会不会就是没有在视线放完内 很就是怕会被衣服会不见这样子 对 学生在外租屋对附近环境 需多加认识 千万不可因为价格便宜而忽略自身安全 以上是记者刘如轩、罗雅为、黄约瑟 大家采访报道 这些阅小组 多谢! 放射 我对 对 那是 都 是 是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